Crunch 15 哈喽大家好 我是Jim 今天我是在某个汽车机器人的品牌发布会现场 没错 这个品牌它就是吉月 那吉月也将在今天亮相它的首款车型 吉月01 说实话 对于这台车 其实我是相当期待的 那今天正好有机会能够实地的去了解一下 那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走吧 欢迎大家来到吉月2022日 罗伯D给大家看 能和车的交互最自然的方式 一定是自然语言的交流 无论是触屏还是按键 都无法做到这语言这样的自然高效和安全 用自然的语言就可以对车进行自由操控 吉月01的语言不仅可以支持连续对话 还可以支持多轮同时控制 同时这块35.6英寸的大屏 也是全球尺寸最大的 具备罗伯矩阵调光技术的一体式大屏 将屏幕的观看体验大大提升 带来一言可辩的生动色彩 全球第一台百度阿波罗智能驾驶能力 全面富人的车型 我们使用了领先的BV加Transformer的 全视觉算法 为了进一步拉高全视觉技术方案的能力上限 也为了更安全更放心的用户体验 我们又在BV的基础上加入了占用网络技术 成为国内首家把占用网络技术引入量产车中的品牌 目前全球只有吉月和特斯拉在量产车上完全使用了 纯视觉感知实现成事欲的高阶支架 吉月新车机器人已经站在了全球智能驾驶水平的前列 LoboDry Max高阶智能服务驾驶 支持按期订阅和一次性购买 一次性购买的价格是499,900元 按期订阅价格每月980元 发布会开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吉月01 OK 现在我就是在这个实车的旁边了 可以看到这台车它的整体造型还是非常符合我的审美喜好 是偏科技分的 然后这台车它的刹车系统是采用了Brembo的卡钳 可以看到 然后配合上非常具有动感的大轮子 整个车侧的运动造型还是有的 而且这个车的设计我觉得有两个值得说到点 首先就是这台车它没有门把手 可以看到它侧面是非常的间接 那你要说它怎么开门 其实它将开门的机关隐藏在了这里 这个小按钮按上去它就能开门了 然后通过这边的雷达它可以自动的识别周围是否有障碍物 然后来选择一个开门的角度 那么如果说是关门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点击关门 好 它就关门了 后备箱里这块小电池也是极越01的安全冗余设计之一 保证了紧急情况下也能顺利的打开车门 在车位处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扩散器的中间有一个领航灯 搭配上电动的尾翼 整个车尾的运动感以及辨识度 就让我们上车来体验一下这个车它整体的一个智能化情况怎么样 坐进车内首先可以看到是巨幅的一个大连屏 整个视觉效果还是相当震撼的 然后踩上刹车 电动门它就自动的关闭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界面的布局 还是跟市面上的其他车型有点不一样的 中间是车辆的一个形状 然后在这里是应用列表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知识的应用还蛮多的 包括修行舱 我们重点体验一下它的游戏 因为官方宣称它是跟狂野飙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 好的我们来一个快速比赛看一下 我们来看它在开着游戏时对于反应速度怎么样 打开空调调整到24度 同时关闭车窗并且打开后侧的车门 可以看到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的快 并没有因为游戏而干扰到它的一个运行效果 Hey Cmo 关闭所有车门并且关闭空调同时降下我这边的车窗 正在关全部车门 看到它整个屏幕的画质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延迟度也是非常OK的 整体的流畅程度我觉得是跟手机差不多 座椅方面它也是采用了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座椅 然后它整体的设计样式我觉得也特别像航天飞船里的一个太空舱的座椅 这个头枕它也是搭载了一个头枕音响 虽然说副架这侧没有 但是主架这侧是有的 然后整体的造型我看着还不错 而且我人坐进来以后对我的包裹感不够乘托感 我个人觉得还是OK的 然后后排的空间大概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整个车它的一个座舱的表现空间还可以 尤其是后排的空间可以看到 它在腿部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加长 然后坐垫的厚度看着也还算OK 所以说整体的乘坐 对大腿的乘托应该是表现还不错的 G101在车内采用了大量的软皮质包袱 手感细腻 进入车内可以看到在后排是有一块娱乐品 它可以控制空调 切换音乐调整座椅等功能 在下方是两个充电口 那后排整体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最后来一个简单的问题 考虑到它的设计用料以及一些智能化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 那么对比包换架构的极客001来说 这台车它的整体的设计包括理念会更新潮 更加的有吸引力 如果在这两台车里选 我肯定会选择这台极月01 那么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这台极月01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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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